嗚嗚嗚 清水牌 台灣Power清水牌 清水牌 43跟44分貝 分貝來完畢,然後拿去盤給分 距離3米 一般的話都是3米以上 我們就要抓3米的這個分貝 再來這個容器 要 測量 來,你按 3米的部分 來,你再按 強到這個米石也吹歪了 來,你再按 再來 再按 目前是 五段 五段,好,就斷牆壁了 這個非常的強 上面可以翻東西 好,電源開關在上面 來,你再按 右段 再按 一段 現在就好 非常靜音 清水牌 30吋 金山 溫度 這辦公室 這辦公室裡面 溫度是30度 上面那個 溫度表 定時 這是定時一小時 然後你繼續按 不要停 8小時 那你睡8小時 遙控器 可以遙控 也可以用手按 這個有電源 定時 還有風速 大跟小 然後再來是 露電電壓表 露電電壓表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 突然你 也長線拉 很長很長 長到一個 太誇張 所以導致電壓 只有80 那麼你就不能使用 這個 115 116 這個電壓表很重要 所以讓人家知道 電壓有否在 100以上 若是低於140 不能使用 非常的安靜 我們 剛剛的分貝啊 來你把他調 那個 不對 你現在把他調到最大 他又要去撞牆壁了 我們可以啊 不會 撞牆壁 因為我們這個 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 配置 4個輪子 還有非常非常長的電源線 我們電源線配置 差不多 將近5米那裡 現在 完全都不會動了 完全不會動 4個輪子 你若是地板不平的話 我們這4個輪子都有 煞車 所以不會讓你 像剛剛一樣跑去撞牆壁 然後我們現在 這個距離一樣3米 然後我們把風速調到最大 風速調到最大 那麼 分貝多少 來你繼續不要停啊 我要 調到最強的時候是70分貝 70分貝來講的話 是非常的 靜音,像是我講話,我講話的分配就是差不多在七八十那左右吧 我講話的分配就很高 目前是最強,最強的時候我還可以講話你們都聽得非常清楚 靜音上的部分 42跟43吋 42,不是吋啦,42吋 靠北,我42吋的靜音上,42分貝啦 42吋靜音上,42分貝 來這個距離,距離是 三米,現在是墜落的 墜落的部分 只有40多分貝,我們這個輪子都鎖醒了 我們直接開最強 最強,然後我們要來看它的分貝,最強可以幾分貝 天啊 我买一个啊 70分贝 70分贝目前是最强的状态 我们目前31度 我们办公室把冷气关掉了 没有人状态录影了 下一束 我们一就好 目前是31度 有开定时 定时你再把它打开一下 有几个小时定时啊 一啊 再来二啊 三啊 四 一万八小时啊 定时的部分 啊 电源啊 这个可以用手按 还是用遥控器 可以圆端遥控啊 啊 这个风速强跟弱 然后这个路电电压啊 目前117伏特 就是我们延长线 可能拉很长很远啊 那么你可能只有100伏特 那就不建议使用啊 你这个最好就是在100以上 120以内啊 这个叫做大风流 风流 下流 风流 对啊 风流 风流 大 而风压小 啊 我们这个电源线的部分也是相同 也是相同 四五米那左右的 啊 电源线也是很长 我们这个那么大 也是110的电压就可以了 我们工业用家庭用烤肉聚餐 什么种环境都可以用 可以把它打横的 怎么打呢 脚踩 然后 这样子 推 可以非常大的傾斜度 啊非常大的傾斜度要干什么 你要吹上吹下吹动吹西都可以啊 我们可以控制 然后我们这个 螺丝 这内六角螺丝就是在锁紧它的 这个把它锁紧之后 它就是固定无法翻转动的 而一般我们都是不建议 你把它锁死啊 锁死的话 你要翻转就 然后在那六角螺丝把它再放松啊 而我们现在 我要把它可以让你倾斜 这一台42寸的有尺功能 刚刚的30寸的就无尺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42寸的啊 上面就不能翻东西 因为它是可以倾斜的话 我们如果上面跟我们刚刚的30寸可以翻东西啊 你翻转的时候东西都掉了呀 非常的精英 刚刚我们是测的42寸是42安培纳左右啊 所以是非常的精英 不会像一般的便宜的风扇交流电非常的耗电 而我们这个非常的省电 非常非常省电 非常非常省电 比一般的工业山还要省电 5756分贝啊 来我们也是相同一样 这里是也是相同一样三米 三米的部分 这个距离 这个就一般的工业山 这个就一般的工业山 而我们现在开最强的吗 我们再检查一下 目前是开 现在才最强 刚刚最弱我们相同比赞吗 刚刚最弱 56 57嘛 我们现在看最强 最强的时候是在61 62那左右呢 也是相同的这个距离 也是最强跟最弱 27分贝28分贝那左右呢 因为有在下雨有雨滴的声音 所以他有声音有一点大 是相同五三米三米的距离 三米的距离 然后好像没有开 非常的静音 我们这一台变频直流14寸的水冷扇 一台的部分呢 我们就没有附凉空气 我们就是用直接手按就好了 这个叫电源开关 现在 制冷的部分没有打开 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加水 有加水的话可以打开 然后我现在把它打开 我里面没水 他就会警示 然后就是不给你用 有听到吗 他叫你滴滴滴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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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滴滴滴滴 然后再我们这个把它关掉 不然他会直叫 如果是刚才说的这个 如果是像是以前的话 以前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 侦测开关 就是那个水要开关 他没有这个侦测的话 他会马达到后来会一直空转 会火灾 马达烧掉 这个风摆的部分呢 就是按下去 他会亮灯 然后关闭 他没有亮灯 亮灯要干嘛 就是他左右 左右部分会风摆 我现在把它打开 风摆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个左右 慢慢的转 风摆 上面的人要吹 下面的猫狗要吹 上面的 都要吹 下面没有人要吹 就这样 下面的猫狗再吹 上面没有人要吹 吹猫狗就好 风摆 来 然后风速 刚刚的风速啊 是1嘛 现在按一下就2嘛 2的部分 也很安静 我们直接 按到6 直接按到6 再来测一次 那个噪音 目前的这个风是最强的 要强到一个极枝 刚刚登进山 的风压更大 风流更大 62 63分贝那里了 也一样 我们这个距离3米 3米的距离 静音了 然后再来这个自然风 是干嘛的 按下去 它就是 会让你 好比如 一般的风 有15 有10有 有15 有10有 自然风 按这个三段 有没有 然后这个定时一样 也是 8小时 风速都一样 6段 定时也是一样 8小时给你睡觉 然后我们上面这个电压表 电压表的部分 就是也是相同 让你 不会有接错电 让你 电压正常你在使用 非常的省电 然后有附这个刹车 然后这个 就是我们家水 水位 水位表 水到哪里 看得到 水位表 后面的部分 就是可以让你放冰块 放水 从这里放 然后这个是放电线 我们电源线的部分 这样子缠绕 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子 就可以抽起来 跟我们 冷气的滤碗一样 抽起来 然后拿去清洁 防止有衣物跑进去 我们的水帘布里面 然后我们刚刚 煞车 两个煞车都有拿开的 就不会 让你无法转动 然后再来换这一边 这一边的部分 就是 可以 加水 自动加水 什么意思呢 你就水插着 开着 水位 满 跟你家的马桶一样 它有一个铺档 铺档 它如果是这样升上来 它就是把它停住 水不会进去 到时候没水 它就是可以让它的水进去 那这个就是看你的接头要接哪一种 看是怎么接 水龙头的水管呢 平均39 40分贝那左右 相同 三米 三米的距离 最弱的 分贝 最弱的 风速 最小的分贝 这个是24寸的水冷扇 这个叫电源开关嘛 这样子 关闭 你现在啊 打开电源的时候啊 若是看到电压 只有100以下 那么你就不要开 因为这样子的话 电压过低 会导致我们设备不好 我们现在这个电源打开之后 看到电压这样子 我们可以开117嘛 打开电源 然后 崩摆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左右嘛 就是这个左右 按一下 这样子左右 摆动 崩摆 然后这样就把它定住了 然后定时一样 也是相同8小时 8小时 然后风速的部分啊 我们等一下把它开 最大来是分贝 我们现在 没水的状态下 把它打开 水 水的部分循环 冷风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看到 它在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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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等一下它就是不理你的 就是重點它提醒你沒有水 所以就是不能夠使用 我們現在把它調到最強來看它的分配多少 一樣我們這個 31度水槍 66分貝67分貝那裡 3米的距离 而我们这个 先把它调坠落 最安静 这个电压表 温度时间 都有看到 四个刹车都有 关起来 打不开 放只小一只 然后这个打开 这个要打开也不太好 打开 这个大力点 打开了 这里就是水 放的位置 然后左边那个就是铺档 铺档的国语 我忘记怎么讲 那个铺档 就是水满了 它是停止进水 水若是没有了 它就会自动进水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抽水马达 抽水马达 它那里还有一个水位感知器 如果没有水的话 它就是不给你用 像刚刚就会嗶嗶嗶 提醒你 水帘布的部分 差不多在10公分的厚度 一进一出大风量 10公分 那这个 这样 水从这里下 下去的时候 可以自动挤水 自动停水 跟刚刚的相同 24寸的水冷纱 有碗子 凡是蚊虫 异物跑进去 碗子的部分也是可以清洗 然后我们里面就是水会流下来 然后相对的 我们这个水会不会跑出来 不会 因为我们进水的时候 不是进水 进风的时候 这里就是一进一出 这个流量集中 然后风就是往这里进去 所以水是不可能会跳出来 水是跳不出来的 因为这里会有一个大风 也要吸进去 吸进去的时候 然后再来会往 往这边 往这边吹出来 而这个 很多的水冷散 它就是会有一些 有状况不好的 它就是会喷水出来 喷很细小的水 而这样子的话 就会导致了地上 有一些水 一些水质 这样子的话 会导致它的湿气过重 这个就是水冷散的差别 水冷散就是不能够 然后吹出有水滴 如果是吹出有水滴 就会导致了水质 这个 一块水了 头下一块水的就对了 头下没签一块水 然后这个的部分呢 卡榫 有没有 这样 这个是更耐用的 卡榫的 有分三段 现在有人在上边在工作 吹给它 有人在这里泡茶 吹这里 有小猫小狗吹下面 所以可以分三下左右 下面的部分呢 这里就是水位 水的高低 可以从这个视窗看得到 平均36分贝 一样三米 三米的位置 测量出来的分贝 36分贝左右 我们目前这个电源开关 从头开始说 关闭电源 关闭电源的时候 就是没有电状态 打开电源 电压 这个110多 这个电压可以 然后再来这个 电源也可以关闭 像是这样 电压 打开 它没开 我们若是有插错电压的可能 所以就是尽量这个都不要开 我们220 插了怎么办 看到220 这个就不能开 然后现在 117 我们打开电源 然后现在是 一束 31度 最弱的一束 风白 就是左右 关掉 然后这个定时 一样也是可以 8小时 8小时的定时 然后我们这个 先讲这个冷风 冷风就是水循环 水 我现在没有水 那么打开会怎么样呢 还是一样 会一直叫我弟弟 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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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 然后他会跟你闪烁 警示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风速把它调最大 风也很大 这个一样 三米的位置 六十八六十九 好 那个分杯 三米的位置 再把它调到 墜落 非常的安静 现在都四下无人 清水排的人都跑 冠冠 这样子才能够不会有其他的噪音 自动进水 你就水把它打开插车 一直进水 进到板它就会停水 而水没有它会自动进 然后我们相同也是有四个轮子 有带刹车 刹车很重要 30寸水冷扇 变频直流 省电的 这个电流都在规格表上面都会讲 都是非常省电 还有噪音的部分 相关的部分 这个都有它的绝对的数据 然后我们这个水位 水位就是在这里 我们现在没有水 打开 还是打开 看你喜欢 这个一样 这样卡住 然后我们里边呢 就是相同 放水的地方 我们那个有铺档 还有水位感知器 马达放置烧 烧掉 铺档 这是我刚刚所说的 净水的部分 那个就是水位表 那这个水冷布 差不多有10公分 10公分那里的厚度 然后这里关起来 一样 要加加力气 这样 加力气 这样 这个帆子有跳出来 你若是没有这样子 它也不太会 但是安全嘛 然后我们转向 这个面积非常的大 30寸的水冷扇呢 这个蚊子 参眼会不会跑进去 不会 这里有一层碗子 碗子 这样应该有看到 这有碗子 相同也是可以 拆下来 洗的 换的 然后我们要泄水的话 就是我们后面有这个开关 这样打开就可以 让水泄掉 建议啊 每一年使用完毕后 都一定要泄水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脏污 尤其有在抽烟的那个 鸟筋里面的啦 还是 什么种环境比较脏污的啊 都一定要 更残泄水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杂质在里面 然后会导致我们一些的物品 零件会有寿命简短啊 这个 面积越大 要越大台 而水冷箱 主要的重点 还是一样那一句话 不要 有那一种水会喷出来 喷一些水 然后地上这里 会有些水质 这样子的话 那个水会很浪费掉 而且湿气会太重 我们非常炎热的夏天啊 有水冷箱使用 几乎也不会有什么湿气 因为我们水冷箱 吹出来的水分是非常的细小 就是空气中的水 这样是蒸发而已的意思 不是会喷水出来的 喷水出来的那一种是不好的 因为炎热的夏天 我们这个温度很高 它水都很快就会蒸发掉了 所以不用 不用什么湿气啊 然后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也是相同 1 2 3 1 2 3 这个 比较脏的呢 可以让你有很多种的角度 1 2 3 4 因为面积越大 越可以让你有独立 楼上的人在工作 这里的大人在泡茶 这里的小孩在玩耍啊 这里的猫口要吹啊 这个可以分成四段 这个卡榫式的更为耐用 在另一边那里有这个温度表 显示的温度感知器 就是在我们路风的部分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温度的部分 温度它会跟你说我们现在几度 还有跟你说我们现在定压多少 有否过低还是过高 而我们若是使用的水冷扇之后 有没有降温啊 就是在这个温度表 直接跟你讲 有降温的多少 原本我若是有加水 打开之后 我就是原本31度 然后我加水之后 这样子吹了差不多10分钟 它的整个空间的温度 就会降个5度 一般都是你的原本温度 会再降5度 这个是水冷上基本的功能 我们现在把它调到最弱 目前是你室内温度34度 而你的电压107 你的电压来讲的话很好 34度 我现在把它调到两段 两段就是这个变积 你这个空间来讲的话 你不用开到很强 你就开2就很凉了 它的重点就是变积还有省电 总共六段 省电静音变积大 我现在要开最强的给你感受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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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两段而已 两段的部分 你仔细听啊 你听不到它声音 都是它的声音居多 左边那一台啊 我现在再把它调到一段 这个最强的 哦现在坠落 哦重点就是它这个风流很大 摩打你吹久了你摸也不会怎样烫 主要重点就是这个变频直流的可以省电 它这个最低的分贝差不多在四十左右 电流好像是在零点几安培而已 这个工业上呢 那个分贝差不多在两安培那左右 啊这个是零点几安培 所以电费是差了很多倍 比那个电池更少 差了好几倍 还有面积大 就是 不是 像是我住家我有放一台 哦就是我是调最弱的 还是一段二段这样子在使用 就是面积大 我若是一般的那个风扇 比较小的面积啊都是风白 啊风白的话 它的那个压力这样子是没有 像是这个比较大量的风流 风流比较大 就是把那边的风把它集中吹过来 那一种也是可以啊 这边也是可以 对啊它就是吸 吸出去就是有那个很大便积的风流 会把它吸走 我们这个也有定时 定时的部分就是可以让你在几小时后 哦你就可以自动关掉 哦就是每次开电哦 8小时就按8小时哦定时 那个四个轮子都有刹车 因为你这个开刀最强啊它会跑 它会跑很快 对对对它会跑 因为这个好比我们船上那个 船用的这个风扇就很大 然后 这种风扇是人家在降落山自己拍的一拍 呃就类似那一种 就是这个体积很大 因为很多工厂都装在那边 现在很多都开了窗 都把它装在下面 哦你说的是很吵的那一种 对很吵的那种装在工厂的 它的墙壁的上面 那个叫做对流上 哦就是一进一出 就是把热源带出去 然后冷源就会跑进来 像是剛剛好像35度 我想說它這個溫度是沒有降那麼多 這個不是水冷散 水冷散就是有水可以冷卻 可以降5度那左右 這個就是用方法的問題 就是你結冰的礦泉水還是冰塊那一種 你把它背在後邊吸進來 就如同水冷散的 都可以啊 這個方法都是在於個人 那個煞車咬住的 來 我們這個電源線 4米半那裡的長度很長 這個電源線 主要是靜音啊 你都會聽到那一台的聲音啊 你兩個確實 欸啊 好 現在都沒有聲音了 重點是我不喜歡風大 頭髮會亂吹啊 可以把它開到墜落這樣子的話 又很涼 現在變32度 現在變32度 32度 沒有啦 我只是說風力啦 風力怎樣 現在 現在兩段 兩段的部分是壓力比較大 一般一般一段就好 我們這是零點幾安培的 像新店 我們這個 某大的部分 我們目前全國有它 某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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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會 會跑掉 喔那個煞車沒有踩 啊有四顆的煞車 啊我們這個定壓來講的話 都可以顯示 讓你知道你的定壓有否不足 像我剛剛在我客人那裡啊 他的一台冷氣 他110 但是無法啟動 他那個移動式的冷氣 他就是電壓太低 無法啟動 他沒有顯示電壓 所以他不知道 移動式的冷氣 它是有壓縮機的 那個就是有冷媒打出來 那個會涼 啊那個 我裡面工廠有一台中古日本的 你也可以來看啊 那個是 日本移動式的 壓縮機一定會很貴啊 他不是變平的 不是變平還是變平 壓縮機就是會比 風扇的更貴啊 那個金額 不是啊那個是很小台 差不多這一台的體積的四分之一而已 那他可以扯幾平啊 他那冷氣 一般這個移動式的 都是4比那左右 就是密閉空間4平啊 什麼 你拍給我看 好啊 重點就是我們 保固六連 哎呀保固六連 馬達就是你不會會掉這樣子啊 一百億就可以 一百億就可以 對對對 你去哪裡都可以 插就可以 啊這個要搬運又很輕 休旅車都可以搬啊 這個差不多五十公斤左右而已啊 他就這麼大 他有比較小的 但是那個小的來講的話 不是變平直流 所以他的墜落 他的噪音就是比較高啊 沒有沒有 同樣這種反而就是小碎 哎呀 比較小的話 就是比較潮 啊電流也比較高 比較耗電一點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交流的 啊這個是直流 小一點沒有辦法做直流 呃因為價格的問題 你若是小台 他就是省電就差異不是很大 越大台差異會越大 比如說這個再小一些的 電機啊 對整體 這是三十吋 哎呀 我有那個二十四吋的那個 就是比較小 交流的也是一百億 啊他只有三段 三段墜落的就是很吵 電流的部分 我印象是在1.3安培 這個是電流墜落的是零點幾安培 零點幾我要再看一下 我們都有記錄那個電流 還有分貝 啊 啊 沒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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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四點整理車 啊一般我們電器的問題 都建議 人家有在這裡有散電 啊如果人家沒在就不要散電 譬如說他現在剛好 有什麼種意外 什麼神經什麼 聖堂啊 壁虎啦 還是老鼠啦 還是 展覽啦 壁虎是最多的 這台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噴油台 噴油台 噴油台那個地方 所以就出來 那其實是 如果要滾用的時候 你覺得滾 不是 是啊 改壓基本上應該不安定 不會當衛生 就這樣看不到 欸請問一下 啊怎麼變32度了 我沒有32度喔 喔 你有開冷氣喔 對啊 那你有開冷氣 剛剛為什麼會35度 喔 34度 我剛才是36度 喔 那一瓣就是這樣 所以他抓著一吹 所以要沒辦法填 因為算半天 喔 半天沒辦法填 所以我們是跟中島 吃飯真的很熱 吹一下 吹到5.5、3、4、2、3 那你冷氣你買錯了 你要買大一點 你這樣子會反而耗電 那以前是設定在裡面那間槌 是裡面就不方便 我之前有想要要上課 所以把它錄出來 喔 這台客室 去買裡面 都沒在用 所以改刷刷 也是開門的 現在也是變冷的 好 反正就是夏天真的很暖 真的來這裡泡一下 所以重點就是 他原本是用在那個 差不多六瓶的 現在變成十瓶的 那這樣子是 原本的設定問題 0.4安培有沒有 0.4而已 有沒有 0.4那個點有沒有看到 0.4非常非常省電 好 來我們 這個你說於我們這個有溫度很高 有沒有 溫度的部分 你說馬達 那個溫度表的部分 在這裡 這個是溫度感知棒 有沒有看到那一根 那一根就溫度感知棒 那一個溫度感知棒 跟馬達溫泉沒有關係 這個溫度感知棒 是在這裡 風吹進來給他的 然後我們現在 直接 這個 馬達 你吹到現在多久了 早上到現在 現在是 往三六點 33度 有沒有看到 你看 這個 3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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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講的話 正常的風扇都會 馬達在60度左右 交流的 這個直流的 所以只有33度 所以33度的部分 是完全沒有你說的 這個溫度升高 你之所以說溫度升高的部分 來我們換這個 因為你是看到這個 這個冷氣 冷氣的部分這裡 它這個32度 你是重移了 為什麼你的經驗上 好像那個溫度會比較高啊 因為你就是看來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的溫度顯示33度 它就是 單純的那個溫度感知棒 那裡吸進來 它所感應到的溫度啊 這個是 它溫度感知棒 跟馬達溫泉沒關係 剛剛你有看到 馬達溫度多少 你練出來 33 對啊 你自己也有看到啊 33度 原本還有 你不是這裡 還有三台風扇 然後我們這三個風扇 不用用到三個 我們這個一台 一台 第五台 什麼意思呢 就是像是這個 這個的風扇 你若是 它吃了兩安培 我們那個0.4有沒有看到 四五二十 所以我們五台 等於它這個一台的電背 這個一台兩安培 我們那個是0.4安培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五台 五台才有它一台的電背 這個非常省電 還有安靜幾乎沒有聲音 現在是在墜落的呀 那我們也可以再更強 我要看多強 那這裡 我們可以吃到 一台電背 那裡 我們可以看